HELLO 我是薛林六 今天分享的初學者課程 就來用矩形工具 來簡單繪製出一個3D罐子吧 那對於3D這個功能有興趣的同學們 就馬上看下去吧 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喔 我們回到軟體本身 打開3D與素材這個視窗 如果各位同學沒有的話 可以將滑鼠點到視窗 點選第一個3D和素材 點下去以後就會出現這個小視窗囉 那我們今天要使用到3D這功能裡面的迴轉 看到這個圖示就可以知道 我們等一下繪製出的物件呢 按下這個迴轉功能 它等於是用繞一圈的方式 來將它立體化 蓋子部分呢 我選擇矩形工具 我希望它邊邊角角是比較銳利化的 接下來我選擇圓角矩形工具 銜接蓋子的部分 那我先填入其他顏色 這部分呢 當兩個物件重疊的時候 因為這個地方是蓋子 所以它必須在上面 點選物件以後 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排列順序 移到最前 接下來我一樣選擇圓角矩形工具 那我希望這個瓶身呢 本身它的寬度比蓋子再寬一點 所以我繪製的範圍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希望瓶子本身有圓角的感覺 所以呢我不會使用矩形工具 而使用圓角的矩形工具哦 一樣填入顏色 一樣填入顏色 這個瓶子呢 瓶身的部分 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一致最後 那中間瓶子的部分 用脫移的方式選取瓶身跟貼紙 接下來這個步驟很關鍵 打開路徑管理員這個小視窗 如果沒有這小視窗的話 滑鼠點到視窗 點選路徑管理員 接下來我們選擇路徑管理員下面這個分割 進行分割以後一樣按下滑鼠右鍵 排列順序移至最後 左邊跟中間差別 在於瓶身的部分 一個呢是沒有使用分割 一個有使用分割 那接下來右邊這個 我們一樣重複中間的步驟 選取瓶身後 點選分割 滑鼠右鍵 排列順序移至最後 比較不太一樣的是 所有的物件選取 按下滑鼠右鍵 群組 第三個這個物件是唯一有群組的 這兩個呢是沒有的 瓶子完成後我們選取物件 在3D和素材這個小視窗裡面 我們選擇迴轉 三個物件形成方式會不太一樣 左邊的物件 瓶身的部分你因為沒有分割 它變成兩個圓柱體 那這個瓶子是不行的 那在第二個跟第三個感覺很像 但是不太一樣 唯一的差別呢就是 右邊的有群組 中間的沒有群組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者差異 當你沒有進行群組的時候 今天你選取這個物件 你要旋轉 你會發現上跟下 他們是分開來的 右邊這個物件有群組 當你旋轉的時候 他的物件是在一起的 所以當你繪製完一個罐子 不要忘記記得叫他們群組喔 光圓的部分可以進行微調 挑選到你想要的感覺 最後我們按下光線追蹤算會 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的罐子設計 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不要忘記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之後請在下方留言 別忘記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